好 我們交了一個比熱的公式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油 比熱的計算要怎麼處理 這個我們前面交過的記得嗎 我們說 從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響起 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會變成一杯 溫水 再告訴我兩目香 最後比怎樣 熱平衡 什麼叫熱平衡 大聲一點吧 溫度相同 溫度相同 為什麼會溫度相同 因為有人會吸熱有人會放熱 熱量會流動 熱量怎麼流動啊 高溫和低溫 然後流動就有關係什麼關係啊 有人吸有人放有什麼關係啊 放等於 放等於 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那問題熱怎麼算呢 公式嘛 現在公式變成什麼了 表達T 表達T而已嗎 H等於 MS表達T 好 這就是我們計算的想法 來看題目 看題目 一公克的鐵 一公克的鐵 溫度上升一度要0.1 還代表比熱0.1 10卡可以上升幾度 好來 這就是告訴我比熱是0.1 一公克上升一度要0.1 0.1 公式叫做H等於MS加上T 然後巴巴巴巴巴巴 答案就算算叫100 所以答案就選C 很簡單 直接往裡面塞 答案就出來了 好 於是就問各位 30公克從20到30 需要60卡 請問他的比熱有多少呢 他的比熱有多少呢 來 帥哥美女們 有一個人叫做23號 一個人叫做9號 一個人叫做26號 26不在 26不在就換一個人叫做33號 上來 算給我看 算給我看 來上來 快快快快快 天黑了世界末日了 快點 9號 快快快快 就H等於MS DeltaT嘛 往裡面塞就有啦 往裡面塞就有啦 快點快點快點 你塞一塞對不對 23欸 小心不要踢到我的線 小心不要踢到我的線 快點快點 天黑了世界末日了 快點 快點 天黑了世界末日了 天黑喔 快點 天黑了 天黑了 就跟你講就公式就往裡面數字往裡面塞答案就出來了嘛 叫做填鴨式教育啊 就往裡面塞就有了 不會喔 哇你算得好快 回家 離開離開離開 走走走 你也沒有算出來啊 哇咧 果然又教育失敗了 那個女生算出一個答案0.2超人家的 0.2 跟你講就直接帶公式就好了嘛 沒有什麼特別啊 熱量公式叫做H等於MSΔT H叫熱量 M叫做質量 S叫比熱 ΔT叫溫度變化 告訴我熱量60卡 質量30克 比熱不知道ΔT從20變到30 高溫減低溫30-20 理化結束 後面叫數學 不會算了不要找我 明年了 就好了 這有那麼困難嗎 就直接算就好了啊 沒有什麼技巧啊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